关税局总监拿督斯里苏巴马连指出 五名年龄介于19到26岁的男嫌犯 新家二从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起飞 抵达山达根机场 官员扫描行李后察觉不妥 欲令对方进入房内进一步检查 不料嫌犯当时试图逃走 最终还是束手就擒 当局一共起货103公斤冰毒 初步估计市值高达560万令吉 是当局侦破的最大宗毒品走私案 初步鉴定所有嫌犯都来自西马 从星期三开始被延长扣留12天 并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支B条文下授查 一旦罪成可被判死刑 当局目前也在调查毒品来源 以及涉案的犯罪集团 在半岛方面警方出动大队 取缔雪兰的一家非法赌博中心 最佳位于安邦的中心 以家庭娱乐中心为小孩提供电玩游戏为名 暗操线上赌博勾当 吴吉阿曼反风化速赌及私会党取缔织组 主任拿督罗哈米指出 当局在明察暗访一段日子后才上门取缔 最终在行动中充公多台赌博机 并逮捕三名印尼籍女子 以及一名孟加拉籍勘闯男子 顾客方面也有来自印尼、越南和孟加拉的 五男一女落网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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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